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期 我用Notion回顾2024样,展望2024吧 年底的复盘和年初的一个Visionboard 为什么要做愿景板 有人问你说,哎,你上个月过怎么样 突然间脑子卡壳 我也不知道我上个月干了什么 但是我一看我的Canada,哎呀,挺满的呀 想不起来我到底具体做了什么了 每天有很多代办,不得不做的事情 你的责任没有变成一个 系统 做这个事情如何 所以你这个系统连接在一起 而这个系统又怎么和你未来的一些规划 联系在一起,所以你中间有一个断层 五年以后你希望自己的人生状态 和你现在这样做的事情 他们两个不connect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一起 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Visionboard 切记大家不要跟风去做一些打卡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打卡Pamela 要不你就是喜欢一些他出汗的感觉 或者说你想要达到减脂以后的身材 总得有一个目的性 你才会做这个事情 而不要去盲从Visionboard里 你发现整整对你来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吧 我们今天内容还蛮多的 不要哔哩巴了,哆嗦了 开始整 首先呢,我用的工具是Notion Notion呢,花里胡哨的很多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用的Notion 让我share my screen 然后把我自己放在一个箱框里 花里胡哨的版面和一堆需要打卡的事情 一堆需要plan的东西 like video planning, smoothie recipe 对我来说有用吗? No, I don't value the eating clean对我来说就可以了 再让我去整花样怎么样吃的又干净又好吃 It's not my thing 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用 右边这有个daily tracker 陈跑啊,等等等等 this works 下面有weekly,monthly打卡,quartely,six monthly Notion上,finding的时间 还没有你做这个事情的时间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喜欢把今年的复盘和去年的复盘并列在一起 这样我看到哪些部分是得到提升的 那左边蓝色框框里就是我比较value的一些项目 左边呢,其实我是分的比较细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归根结底到三个pillar里面 这七个大雷 那我今年在复盘的时候呢 就会根据我2023年这个目标给自己打一个分 完成度是多少 比如说我以前2022年的时候都是七点半左右起床的 那我2023年当时目标是往前提早15分钟 不仅往前提了而且甚至提了更多 我6点半到7点就起来了 10点半基本上就睡觉了 完成度是给了自己80% 20分扣在了我仍然会看手机这个事情 我是不太喜欢早上刷手机 但是去年一整年在做小红书这个事情呢 不得不要刷一些短视频 but I don't like it 到了后面比较细的去告诉自己 出差的时间饮食作息都比较不规律 所以我的明年期盼是 我需要在旅游的时候 必须要出差的时候去规划一下我的作息 和代办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更加规律 和我的大方向吻合 当然我觉得这不是说肯定能做到的事情 采取一些措施会更好 比如说我可以在订酒店的时候指定有健身房的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出现下雨了 那我就不运动了吧 开始健身也是为了之后如果出差去做准备 这样子我至少知道去怎么用气线 而不是说纯靠在酒店跳Pamela 下一块到了一日三餐 2022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早餐 开工的时候吃的比较少 早上的比较乱一点 健身以后早餐就变得比较规律 然后也知道该吃些什么 当你健身以后 你健身教练会给你传输这些概念 你就开始把它慢慢的放到你一日三餐的规律里面 当然这一部分我觉得我做的不是说特别好 所以明年的期望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多变一些食物的种类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搞吃的人 所以我对于吃的讲究不是很多 你让我每天吃鸡胸肉 我甚至都可以 所以我可能明年就是希望对自己好一点 吃的重类多一点点 知道明天只要吃什么 下面就到健身 那2022年的时候 我Pilatis 30踏私教课 零零碎碎的一些在家里做的有氧 后面上化妆课的时候就断了 2023年的目标 每天早上能够坚持运动30分钟 今年我的完成度非常多 除了在旅行的时候没有运动的条件 其他时候我能运动的基本上都运动了 不足就是瑜伽次数变少了 所以我明天期望就是至少每一周安排一次瑜伽 满一层多差不多是70% 下面断舍离这一部分就对我来说是个mental health list 都是属于在健康这一栏的 本身的一个性格啦 平时特别注重 在录制的时候环境是干净的 然后在剪辑的时候环境也是干干净净的 像我现在桌子基本上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运营盘 到时候是 但是我不能够让它作为一个持续性的事情 会经常要求自己减去一些东西 所以当时23年给自己的目标 就是谨慎购买 省下来的钱去旅游 有时候看到Amazon上 这个好好玩就买了 后面其实用的次数五次以内 今年我会觉得说无效的消费有变少 有一些可能价值会高一点 但是我觉得是我喜欢的 总是比无效消费要好的 所以今年的完成度我觉得蛮高的 不过今年我断省离的次数就变得比较少 所以今年整个屋子里乱的程度 会比去年我觉得是乱一点的 所以今年我的期望就给自己写的是 希望每周都断省离 有一些不要东西扔掉 收拾归纳 整理Mental House很大的一个帮助 relationship去外面多social 多交流一些对我的爱人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vlog跑七跑八的 很不错了 明年我的期望就是更有计划的去 establing relationship腾出了更多时间 这一方面都是在往我想要的方面去走 无效社交 新的一年不需要再有这一项了 连续我做了两年这个事情以后 它有一点在我骨子里了 去年我社交比较多的 就工作上的社交 所以明年我会希望和新的一些朋友 主动地打破一些思维上的认知 就是情感上以及资讯上 都能进行到一个很好的流通 Let's talk about travel man 这个项目做得非常 proud 除了我自己的几个短途的出差 我带着查理去巴黎 带着查理去英国 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吧 明年的期望呢 我已经安排好了 家庭旅行是每年有三次 回国计划已经安排上了 后面呢 我回来需要安排一下 summer break 以及明年Christmas的安排 工作方面 2022年工作输出点 我觉得会比较少 追求一些完美的画面啦 完美的节奏啦 你们会不会觉得 有的时候你在拖延的时候 其实想要达到某一种 完美的一个状态 2023年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提前一点安排你的内容 今年的时间马上就搞 不要去想东想西 减少思维上的一些负担 所以今年呢 我就是给自己打分了一个完成度 就80% 我觉得也还不错的 明年呢 我希望团队之间的磨合和规划 能够更加完善一点 顺滑一些 关于读书这一项 这是我今年非常bokey的一个项 大家可以看到 去年呢 看了24本书 今年只看了5本书 因为今天实在太多时间在路上了 所以明年呢 我的期望是刷短视频的时间腾出来 看书 仍然给自己安排的是24本书 给自己找的后路 就是说 如果有的时候我真的是 在路上怎么办呢 我准备用audible去听书 的确有感觉到 今年出差机场的路上啊 或者是到酒店呆着等东西送过来 到房间的时候 我就在刷短视频 这段时间你说如果真的疼出来 听说也是有点太夸张了吧 但是你懂 尽量减少大的时间块去刷短视频 最后一项呢就是关于wealth存钱习惯 这个呢我觉得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需求来 我这边呢给大家总结出来了一个小模法 我会把我每一年的支出列一个列表 有硬支出 并且你知道价格的时候你就填 然后旅游呢自己可控的 地税这必须得交吧 personal gifting 这个也是其实可以控的 房子有没有任何的mortgage 便费啊水费啊等等 客外班的钱 车保险 这个也是一个固定的 个人学习 我这个费用也是放了一个问号 are expenses 你有什么急事预留一个expenses 除了问号以外的所有的价格 加出来一个总额吧 然后你再算你自己的收入 收入是12的话 需要花10 你就可以存差不多1 剩下的1呢 等0.2在学习上 等0.2在gifting上 剩下的0.6都在旅游上 大概能够算出 哦我今年旅游可以花多少钱 然后我今年旅游几次 I hope that helps 下面这个环节 看自己的愿景版 这个事情呢是需要深度去了解自己的 做你喜欢的事情和你相信的事情的时候 哪怕有的时候熬夜或者比较辛苦一点 你不会觉得说我那么的累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事情的任何意义 你包括工作也是吧 你需要做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比较痛苦的 我觉得愿景版这个事情 如果看到视频的你 应该跟我一起 当然做起来 虽然我的内容比较简单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一颗跳动的心的 我对自己的一个愿景 希望我的心脏永远是热忱和跳动的 创造自己的愿景版的第一步 做一个问卷调查一样 了解你自己的这五项 希望大家能够花时间去做 我怎么听起来像个老师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很有意义 你去花时间了解你自己 最后做出来的plug 和你想要保持一些习惯 才是你真的是想要的 而不是说就跟风别人 六点计一样的起来了 我也每天六点起来 首先呢 我就大概跟大家过一下 明确你的价值和信念 做事情和你本人 达到知情合一 workline balance 后面这个呢 就是我过去比较有成就感的地方 工作上达到某种成绩 自己真诚的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的时候 舒服的 就是我有些情感 对于爱人来说 它抒发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 但是当我真的打开了 愿意开始抒发 然后并且勇敢的 就是沟通完了说完了等等以后 我会觉得这个非常欲得到的满足 然后很酸爽这样子的感觉 新的认真领域被打开了 看到Charlie的一步步成长 都是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的时刻 这边写了两句自己的quote 我很追求的一个状态就是luminosity 发光发亮的一个状态 是我一直希望自己人生在路上有的 我喜欢自己混沌 然后暗淡 Or that would be my most hated emotion Do you guys know that?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都是有趣的 和我自己至少是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在逆境中你通常怎么宽慰自己 我写的是life about experiences 所以无所谓成败 无所谓他这个事情 这段时间是错还是好 对还是错 无所谓 It's just about experiences 有对和错 有up and down Also this is not the end of anything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困难 有一个挫折 有一个无法挽回的事情 It's not the end 你还活着 你想要成为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 和让你欣赏的 基本上就跟我上面讲的都是一样的 其中我可能需要找到一个 我最想要的特质 比如说我很喜欢新鲜感 对吧 我是不是需要每一天都去一个新鲜的地方 不行 我的生活不允许 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唯一希望有的最好的特质 就是紧紧有条的规划自己 which is work life balance 二呢就是分析你的优点和长处 这些到时候大家都自己去模板里慢慢的填 然后你可能面对的挑战 也就是说你有什么的不足 随便分享一个吧 你生活里有什么困难 有的时候我对于方向不是很明确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举气不定 然后这个时候脑子里的内耗 我觉得很难受 目标不够清晰 所以我这个人是很需要规划的 不然的话INFP很容易跟着feeling走 feel就走了 有什么时候让你觉得less confident 或者说你的弱点是什么 这个有点害羞跟大家分享 出差的时候 首先活动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social 或者我觉得说我跟你的conversation 我要得到什么 当我没有这个动力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很尬的在那聊天 我也聊天而去聊天 有点不知道我自己为何要在这里 至于它怎么调解 我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个结果 可能就还是得要从social里每次找到意义吧 再就是拍照或者视频 当我在拍一个东西 或者说录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没有太多意义在它背后的话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感觉就是方向不明确 最后一下就是Charlie同学之间的social 我觉得我的时间 大多数还是跟工作上的朋友去见脸 比较少去跟Charlie他们的 他在外面 Charlie他们的同学的家长 有点小小的不知道该聊什么 所以我明年也会希望多带他去一些小孩的活动 大家在写这个的时候 你们可以写得更加放肆一点 你觉得他sharing this to the public 对吧 你就自己看 我觉得你可以写得真的很透彻 直击要喊 这样才知道哪些地方是你可以 要不就是交出去 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去帮你分担这个事情 像我工作上 团队帮我做一下规划 少掉自己的一些内耗吧 整合愿景版了 这个板块很重要 Where do you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very like common question I wanted to say stupid 但是其他一点也不纯 放胆去写 我是希望寒家去热的地方度假 暑假去欧洲小屋 带Charlie一起去体验世界 体验不同地方的文化 我需要存钱去做这个事情 我也需要有一些可支配的收入 我希望37岁的我不管在做什么工作 手头上在做任何事情 他都是能够紧紧有条的 而不是说打乱仗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就是你梦想你的一天 5点到8点 spend time with family 这个板块我之前没有说 非常的严格的空出来 导致有的时候会加班 今年我是想要试着把这个板块 至少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是严格的空出来的 很幸运 在7点半Charlie上去的时候 我妈妈会带他洗澡什么的 所以这个时间段我是腾出来了 which I'm super grateful for 7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间 是我两个小时的me time 今年是打算把它用在工作 或者是学习 我在entertainment 然后今年我就给Charlie 规划了一个周末的计划 促进我们感情方面的 周六周日 我本来现在也是在做家庭的事情 但是可能没有太多的重点和目标 或者前面没有提前去想好干什么 导致有的时候周六就是 我们在家里干什么呢 看着电视吧妈妈 出去走个路吧 就是很零散 想要把周末早下晚三个板块 给隔出来 确定好做的事情 那周六我们今年基本上晚上 除了我有的时候出差的时候 没有如期的进行的话 希望明年大家都有空的时候 我们还是能够像每一周六 都举办我们的读书俱乐部 我的一些新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在周六的晚上进行一个约赋吧 情感上的流通和能量的交流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当我们这一栏完成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回到主页 到我们的weekly routine dream timetable 复制上去了 中间有一些细节写的在细 再确定一下这段时间你在干什么 从前面那个基础上 切身实地地想想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进行小小的修改 比如说我这边送完查理上学了以后 9点到12点工作的板块 时间点也会写得很清楚 就一个是三个小时 一个是2.5个小时 当你知道你只有这么多时间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拖延 做到的时候 我就可以这么check 今年需要有的新习惯 这里有一个daily habit tracker 每天做到的时候 可以去给自己打卡 这个打卡呢 相对来说是非常的light 提醒自己 今天有没有做到这个事情 那我们拥有了一个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schedule以后呢 你才会感觉到有一个动力 并且你每天起来 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以及做完这些事情 跟你的大的目标契合的 下面呢就是给你吃糖 37岁的人生 真的是这个样子 世界精彩的细节 兴奋 很舒畅的 达到目标以后的情感 那行动呢 我们需要写出实质的内容 如果你写不出来一个数字的话 说你这个想法不是很强烈 比如说关于wealth 你希望存钱 因为你想要旅游 你就不要写 我想要存钱 我们用这个smart系统 去让你的目标真实的落地 你要写的非常详细 举个例子 我们想存每个月2000块钱 measurable呢 一年的话2万4 如何把这个事情变得更achievable 之前在规划financial方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额度 如果是可以做到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填了 细分到你每一周都存500 很清楚想到你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 如果不能的话 那多少钱合适 relevant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个事情 我写的是方便以后躺平 然后time bound 你觉得每个月存2000这个事情 你想要执行到什么时候 套字板块 specific 希望能够保持运动的习惯 吃的比较健康 一周不要超过两杯酒 那能够measurable的就是我维持我自己的体重 到时候呢 我需要去跟我的教练商量一下 看看我的体脂 等于多少的时候 是我良好和健康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有什么别的健康指标 每周会给自己安排三次的健身 两天的有氧和两次六条白菜 然后一周不要超过两杯酒 这个地方你可以分的再细一点 比如说周末喝 周一到周五进行一个备菜 能够帮助吃的更加clean 接下来呢 relationship 这一块呢 我刚刚不是说了 我希望有一个严格的下巴了以后 不工作的时间段 我需要提前的plan 每一周会跟Charlie进行的一个activity 比如说我们去我的大目标里面 我的领域 relationship里面 one hour with Charlie 列出来我的reasoning 为什么我想要做到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 Monday to Friday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关键结果打开了以后 这些就是有点复杂 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快就开始搞这个事情 但我觉得你就拿张纸写下 你要怎么打到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呢 就是准备每一周都建立一个calendar 比如说week one 我想要跟他做的是 2027年Charlie自己的愿景版 这个呢 我已经在Amazon上下单了一个很可爱 小朋友用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纸壳的版 然后上面有各种图片 是可以给Charlie 比如说他很喜欢娃娃 很喜欢漂亮的衣服 从杂志上或者是图片上 然后给他打印出来 贴到自己的板上 让他自己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 跟你讲 我就是不知道notion怎么样 回到上一部 你这样的话很蠢 我一下重新点进来 week one是Charlie自己的 week two呢 我这边有一个mother daughter journal Charlie就是他的生日力 母女之间增进感情 然后互相去写对方那些喜好 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一本小日记 我觉得挺可爱的 长大以后回头看 一呢更加了解自己 二呢也会更加了解自己妈妈 想要一直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的话 首先有两个goals 一个呢就是阅读24本书 这边呢 是我很早的时候 就在notion建立了一个database 我的reading list 差不多2020年开始用的notion 这是我所有看过的书都在这里 但其实呢 你想想2020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这个列表真的就还好 然后你可以看gallery不同的页面浏览方式 很花时间 每一个封面放进去 它就是夜晚洒洒 很漂亮的 咱们这边还有两个板块travel 目标就是一年三次的家庭旅行 我这边已经安排出来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关于career 今年呢会有一个想要建立新账号的一个想法 就想说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Charlie成长的账号 和狗狗的一个分享 那怎么measurable呢 你可以写 我希望这个账号涨到多少多少粉丝 我们就写吧 5万粉丝希望在半年的时间长到5万 另外一个数字可以measurable 就是一周三更 如何achievable呢 我这边有两个notes 首先我有一个vision board 记录它的一个女孩子的成长 还有狗狗 谁会看这个账号 一些单身的人群 可能有些人他决定不生小孩了 但是又喜欢看别人小孩 那种可可爱爱的 让大家回忆起自己成长中 温馨的点滴 刷到的时候呢 一呢会给你一些温暖 让你玩耳一笑 二呢也希望刷到女生会想到说 我曾经也是一个在爱里长大的小孩 今天过得也不开心 因为这个小是一哭鼻子的小孩 你曾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然后另外一个群体 可能就是妈妈群体会刷的比较多 因为会比较共鸣 那如何建构图和文的形式 我这边就举了两个案例 一个是讨了一下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翻译家 我很喜欢它的页面 干干净净的 清清爽爽的 然后有一种于事无争的感觉吧 就是我喜欢的一个vision board 另外呢就是小朋友的一些内容 更加talk about stories 就比如说今天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给我一个什么样子的reaction 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平时会花时间 写到我自己的日记本里 所以我想说 we can do a account 更多人分享这个人类又在 下面进环节的就是说 又没有用一个好看的 图片愿景版 符合你愿景 长期目标 契合的一些感觉的东西 比如说左边这个图片 妆化好看 穿的也很好看 然后桌子上非常的干净 又在规划自己的人生 感觉他很清楚在做什么 这四个点上就打在我的审美点 充满书的图书馆 感觉是一个爱人 会很喜欢待的空间 有这样子的一个闲情意志 好好地沉浸在你在读的东西里面 在一个非常好的小图书房 对外面看到一些海和沙滩 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图了 也会督促我自己 记得要把看书这个事情提上日程 不要因为工作忙了 就忽略看书去刷手机去了 下面这个图片我也好喜欢 我可以想象中 我下一个house里面的 一个房间的样子 有两扇front store打开以后 满臂的书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就反正没有用过东西 这一块我居然比分享我的 weakless还要害羞一点点 这里有一个很好看的屁股 因为像我平时健身 运动也是 自己相当好看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视觉上的刺激 所以说我平时运动 也喜欢穿sports bra比较多 特别是自己的家里 对镜子的时候 我穿得很少 去看到自己身材的变化 所以像这种东西 一定也是我会放在愿景板上 去督促自己保持健身习惯的 右下角这个图 Croatia是我今天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 出差的时候跟一个同事 把讨论 他就是跟我聊Croatia 多漂亮 他也是在Croatia结婚的 那个地方原来什么感觉 跟其他的欧洲啊 像南法 尼斯啊这种地方 很不一样 然后我就在上网查了一下 他这个地方的特征 犯罪率很小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我愿景板里 我会想说 如果今年KPI愿景达标了 这是我的ultimate 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要不我自己吧 要不就是我带上Charlie 或者带上加拉人 想要安排一次去Croatia 这样子的活动 今天做的时候的事情 不只是你需要用notion去做 甚至在纸上 你也可以完成 非常清晰的自己的蓝图 我们愿景板下面这一块 2024大目标 它呢是属于OKR系统 就会分领域目标关键结果 落地行动这两项 这个呢 我觉得讲起来 今天这个视频太复杂了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领域 career这方面 我想要YouTube 每周跟一个 每个月跟四个 为了执行关键结果是 内容排期需要跟上 二呢就是招商 Q1的这个安排内容的话 你就可以写出来 我这边就有大概的一个列表 想要分享的这些东西吧 它是分一个个任务的 打开里面有一些细节 你去我的项目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你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一些项目 很清楚的明确你现在目前手头上需要做的任务是什么 接下来我的板块也非常的干净简单的 就是我自己一周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断舍离的计划 清空我的油箱 清空我的桌面 然后收拾我的书房 收拾我的房间 整理我的衣柜 带查理收拾他的Kids room 这边呢 暂时我还没有想出来列什么 没什么东西你就不要硬一滴自己写 真的有什么你需要搞的时候呢 你再搞 提倡大家对于这种规划 achievable 小一点 急紧一点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完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我的2023年的复盘 以及2024 怎么样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愿景版 我希望今天听完大家不要觉得头太账了 主要呢 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带大家很清晰的整理出 哦 今年2024年 我只有五个心愿 然后每一个心愿分别要怎么完成 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 从而到完成 和给带来快乐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看了这么久 我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跟着这个视频 整理出了你的愿景 以后呢 可以在视频的下面来分享一下 你2024都有哪一些愿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